和不同國家的領事會面 其實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跟不同國家的領事會面 不同的國家領事 我都知道他們一直會約見不同的公民團體 政治人物去交流 而這次我們和美國領事會面 其實都不是什麼密會 因為在一個這麼公開的場合 他們過往能夠了解本土派 或者了解我們 最多能夠透過外媒 又或者媒體 但其實大部份媒體都已經有既定立場 或者他們因為要有新聞價值 他們會寫得有些偏頗 所以我想最直接的就是由我們把口去告訴他們 究竟我們的理念、立場是什麼 有沒有其他領事找過你們 除了美國之外 也有的 不過我不方便說